我們看到這兩岸的一些相關的發展 接著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些 牽引法動全身的一些可能性 台灣當然接著的下來在今年 雖然是在明年1月選舉啦 但我們都會說今年算台灣的 很重要的關鍵選舉年 也就是立委跟總統的選舉 接著在今年初選都會展開 所以彭教大哥怎麼看到這個 這段期間的這些發展 其實在20大以前跟20大以後 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 為什麼說是一個分水嶺呢 因為20大以前對習近平來講 他最關注的事情 感到最焦慮的事情 就是他能不能夠突破這個兩任的限制 然後能夠繼續的連任下去 那麼20大順利召開了 而且也完全地達到了 習近平的這個目標之後 他大概未來的這1、20年 只要他的有生之年 他能夠繼續的來認識的話 這個中國的天下就是他的 但是天下到手之後 有很多事情還是要面對 因為這段時間以來 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實在是 只能用內憂外患四個字 才足以概括 為什麼呢 就內憂來講吧 現在疫情的問題 雖然說開放了 但是開放之後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這種現象 就是大批的這個資深的人民 紛紛地過世 當然中共不會講說 那是因為疫情所造成的 而盡量地用其他的病名 來作為他死亡的這個理由 但是這是沒辦法隱瞞的 因為太多的這個管道 都突如出這樣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疫情雖然過去了 但是有很多地方 這個特別是一些的工廠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復工 然後這個未來 這個這一波的疫情 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告一段落 其實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 因為直到現在 這個中國的疫苗問題 才開始允許了一小部分的進口 那麼這也代表說過去 他一再宣傳的 所謂中國製造的疫苗 並不見得這麼的理想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還有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中國的內部經濟問題 特別是地方債的問題 已經遠遠超過他中央所能負擔的 那麼現在中共中央就採取一個 這個甩鍋的方式 就是說各家的孩子自己養 各地的這個債務 中央不會給你負責 這樣的結果 地方政府能夠怎麼辦呢 但是相對而言 台灣卻每個人發6000塊紅包 所以我們在大陸的一些的 這個網絡上面可以看到 有各種各樣這個 自我嘲諷的一些的留言 譬如說太過分了 我們一定要趕快的統一台灣 趕快去分錢 諸如此類的 有很多的 因為這樣的對比實在是太強烈了 那麼從這裡我們也看出說 在中共的特別是習近平領導之下 有很多事情是亂了套了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這些問題以外 貿易戰的問題 中美科技戰的問題 金融的問題 說實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煩 而且就外患來講 雖然中國一代表示的很強硬的態度 但是你看這幾天 連韓國的國會副議長 都很低調地到台灣來訪問 結果中國發現以後非常生氣 把韓國人的一些的簽證給停掉 但是又能怎麼樣呢 德國的國會 他一個少數黨的副主席 還有他們國防委員會的主席 也到台灣來了 真的可以說防不勝防 那麼美國的新任的這個美國 眾議院的議長 也是即將會到台灣來訪問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 讓中國覺得非常的這個苦惱 真的是各種的問題 雜然重生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一個2023年 對中國來講絕對不是一個好過的年 所以說習近平也講 仍然是吃勁的時候 所以說這一年 對習近平來講乏善可撐 所以你看他的整篇的講話 非常的低調 那麼對台灣問題也琢磨不多 因為這個尼菩薩過江 自身難保 還能夠對台灣講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說這樣一個狀況 當然這是表面的 但是我們也不可 也不可輕忽 就是他現在新任的 這個中共對台辦的這個主任 也上任了 會不會將來在對台工作上面 會有一些什麼樣的一些的做法 當然也值得我們關注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代表 那就是習近平過去曾講過 軟得更軟 硬得更硬 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 不斷地在對中共擾台方面 來進行這個軍機 軍艦的加碼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不得不放軟 來面對台灣的這個人民的一個心聲